心低,首次低于1%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娃 真的是房价、教育、养老带来的压力吗 其实未必 这只是大家不愿意生娃的借口罢了 今天我的答案会颠覆你的认知 大家好,我是李文飞 关注我,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量只有1200万人 比2019年下降了18% 至此,我国人口的出生量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4年降 从人口出生率来看的话 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就仅为0.852% 自1961年以来首次低于1% 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145% 如果2021年人口出生量持续走低的话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 2021年上半年,我国人口出生量为523.24万人 还是呈现下降趋势 这样看来,2021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还真的很有可能的事情 其实,国家为了促进人口出生量的增长 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但是到目前来说,都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所以说,年轻人不愿意生娃,还真的不是房价高 教育贵,养老男,三座大山所导致的 以下这三种答案会颠覆你的认知 一起来看看 第一,工业化发展导致年轻人错过 生育年龄 最后想生都生不了 我国用了70年的时间 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发展不可为不快 在经济发展如此高速的今天 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同时,这场内卷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局面之下,就产生了两种情形 一种是,年轻人想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同时也想摆脱掉这种职场内卷的困局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接受更高的教育 和更加专业的培训 那结果社会上高学历的人是越来越多 那很多人读完了大学 还要选择继续深造 那等到自己学有所成以后 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段了 那大部分人都已经是尔利之年了 再加上谈婚论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这样到最后 即使他们想生孩子啊 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生不了 第二种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在年轻人的心中成家立业变成了立业成家 那很多年轻人事业不成功就不愿意先成家 那这样也让他们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段 那即使到最后真的是功成名就了 40岁的男人娶了一个20岁的姑娘 那这种错位昏配的现象也会让同龄人是无人可取 第二互联网发展 让人们更加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 不能自拔 我国近20年的互联网迎来了高速的发展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社会原子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那试想一下 购物不需要出门 吃饭也可以叫外卖 再加上各种网络游戏的围攻 大家还需要社交吗 年轻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边 不能自拔 近段时间云宇宙很火 我想说的是 这真的是好事吗 科技是越来越发达 但是人们却变得越来越孤独 不社交 不应酬 逃避现实 年轻人哪里还有机会接触到心仪的另一半呢 年轻人不融入到社会当中去 又怎么会有机会生儿育女呢 那再说 虚拟世界能给自己带来一切的快乐 干嘛还要去面对油盐酱醋茶的烦恼呢 那当然 我们不要一味的怪责年轻人自私 我们更要深层次的去问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年轻人的自私 第三 当下结婚是零七年减少 从根本上导致人口出生量下降 要说上面这两个原因 是间接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话 那么 当下结婚是零七年减少 则是直接导致人口出生量下降的根本原因 我们都知道 最佳的生育年龄大部分都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 也就是85后到95后出生的这部分人 但是1982年9月份 计划生育就被定为是基本国策 所以说 从85年到95年这10年期间 出生人口并不多 再加上当时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 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关键是当下盛行的老牛吃嫩草的现象 导致了适宁生育的女性就更少 那这样想要让人口出生量出现高速增长 又谈何容易呢 其实这还并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 从1995年开始的下一个10年 我国人口出生量都在逐年下滑 所以说 下一个10年 对于人口出生量来说 更是一个艰巨的难题 那当然 人口下滑并非只有我国存在的现象 这是一道世界难题 像日本 韩国 此现象更为严重 所以说 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房价 教育 养老 还真的不是罪魁祸首 想要解决这道难题 我们还是要从就业观念 以及经济发展的导向上 多方位去加以平衡 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你说呢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